各位听众你们好 今天呢我们再接着讲这个市区的牛人 那么今天这段呢讲的这个也是著名的牛人 他们在在中国的中共当时和军事里边 尤其是军事里边 那么很多的这个中共的领导人 包括像毛泽东毛主席 朱总司令朱德 有些是陈毅林彪 大量素玉 包括我们家的周总理 他们都对这个人念念不忘 那么当时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建立的时候 因为没有这个人的照片 周总理还彻底的过问了 发现没有他的照片 还专门的要求要千方百计的找到他的照片 那么今天介绍的这个牛人的名字呢 就是王尔卓 王尔卓呢 是黄埔军校的这个毕业生 那么他的一生很短暂啊 但是可以说是赤刹风云一代战将 他是在1903年1月23号出生在湖南省石门县啊 关桥村的一户小康人家 14岁他进入国民小学读书啊 1920年7月他考入湖南高等工业学校赋射中学啊 学习 那么当时也跟很多当时的爱国青年一样 王尔卓在最初的时候立志实业救国学好工业知识 那么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那么这个时候呢 在湖南的王尔卓受到了影响啊 他他在这个全国的一个罢工运动中啊 看到了这个贫苦工农的这个贫困和统治阶阶腐朽 于是他放弃了失业救国的这个理想啊 毅然决然的决定要投笔从容啊 从事这个革命啊革命工作 那么当时呢 他是当时他是这个参加了 听说当时广州的黄埔军校啊 要招生了 于是呢 他立即赶赴了长沙参加出世啊 他的文章的名字叫做 世述入黄埔军校之志愿 当时得到了诸考官谁呢 就是何淑恒的赞赏 那么何淑恒是党的一大代表啊 著名的湖南的党的领导人 那么因为得到了何淑恒的赞赏 他顺利通过考试啊 筹足入费奔赴上海参加黄埔军校的入学赴试 这时候主持考试的人是谁呢 正是毛泽东 毛泽东再次啊 就是认识这个湖南小老乡啊 然后黄尔卓再次呢通过了考试 于是这样 王尔卓就被黄埔军校一期正式录取 那么这时候的王尔卓呢 还并不是共产党员 还并不是共产党员 那么当他入学以后呢 很快啊 王尔卓入学以后很快 就被当时在黄埔军校担任 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啊 发现了 周恩来认为王尔卓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 王尔卓当时呢 在各个军事科目里边的成绩都是命连前茅的 于是呢周恩来呢经常找王尔卓谈话 1924年末王尔卓在周恩来的直接培养下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么1924年11月30 王尔卓从黄埔军校正式毕业 那么当时呢周恩来希望他留校啊 让他留校 然后连续担任了第二期和第三期的学生分队长和党代表 那么什么是学生分队长和党代表呢 就是说在相当于是师兄啊 师兄学长留下来 然后担任这个新生的这个队长 从而帮助新生啊 提高自己适应军校的教育和生活 那么当时呢王尔卓所担任的这个第二期和第三期的学生分队长 他的下属的队员们呢 都有谁呢 念一念这个名字就可以知道当时这个王尔卓他是多么的厉害 他在第二期的他的队里面有郑建民啊 国民党后来的军统啊军统啊领导人 邱行全啊 国民党第五兵团兵团司令啊 淮海战役的一员国民党那边的一员汉将 周一群啊 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早期军事领导人 红湖啊 红湖啊 红湖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 卢德明 这个之前我们曾经介绍过啊 这个一代牛人卢德明 于撒渡啊 秋收起义卢德明之后的军事主官 那么第三期他的那个军事学生分队的里边呢 有谁呢 有王耀武 这个我们以前也提过啊 国民党的啊 著名战将啊 曾经啊 曾经这个击败了当时啊 共产党的这个北上线线队 那么后来呢 王耀武呢 在抗日战争中啊 表现优异 一代抗日名将 戴安兰啊 中国远征军 中国远征军的一代名将啊 最后战死一国的一国战场 黄公略啊 后来这个我们将来也会提啊 也会讲黄公略啊 毛主席曾经亲自写写下的啊 偏师以众 偏师以众黄公略的黄公略 曾哲生啊 国民党后来六十军啊 辽审战役在那个 在长城起义 那方先爵啊 守那个衡阳的十军军长方先爵 一代抗日名将 等等 这些人都是当时都是在王尔卓 所率领的学生队 那么 而且这些人对王尔卓 都是当时的回忆起来 都是非常崇拜 因为王尔卓当时 的确确在各方面都非常优秀 那么在王尔卓 在当了学生队长和党代表 第二期和第三期 当了学生分队队长和党代表以后 1925年1月15日 当时啊 陈九明啊 叛变革命 那么在当时的广东 广州革命政府 在共产党的帮助下 实施东征 东征的主力呢 就是皇甫军校的学生军 王尔卓在学生军第一教导团 任联党代表 在战斗中表现出色啊 初步显示了他的优质的 优异的这个军事指挥能力 那么由联党代表提升为营长 那么六月间啊 王尔卓率领了一个 一个队的学生军 又随主力回尸广州 参与平定啊 滇军杨锡敏和贵军刘振环 反革命炮乱的战斗 履历战功 1926年3月20日啊 中山战 中山剑事件爆发 那么 蒋介石借此缘由啊 开始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倾倒 当时啊 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呢 王尔卓啊 蒋先云陈庚啊 三人一道 跟蒋介石啊 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揭露事件的真相 把蒋介石当时的蒋校长气得不行 那么因为王尔卓才华出众 蒋介石曾经有意拉拢他 那么当时变谈的时候呢 王尔卓啊 对蒋介石 给蒋介石的回答是这么说的 他说校长不是也喊国际共产主义万岁吗 我为什么不能信仰共产主义 那蒋介石当时一时雨晒啊 半天说不出话了 那么之后呢 这个蒋介石呢 就对王尔卓心怀戒备 那么这样在国在国民的国民党第一军中呢 这个王尔卓啊 就没有很难待下去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啊 举办了军官学校 其中缺乏政工干部 于是周恩来呢 就决定让王尔卓到第三军第三师当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二六团团长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王尔卓啊 以非常年轻的年纪就担当了啊 国民党国民革命局第三军第三师党代表 当时第三师的师长李明阳呢 是一个无党派人士啊 他很羡慕这个这个政工啊 力量比较强的国民革命军 那么战斗力很强 于是呢 他想把他手中的这些部队呢 改造成真正的革命革命军 所以王尔卓和其他的党员一起啊 通过李明阳的支持啊 在这个国民革命军第三军中顺利展开工作 那么当时呢 啊 开始北伐啊 出世北伐以后呢 在禁至浙江铜炉一带的时候啊 在工程战役中 师长李明阳前线赴商 由王尔卓代理师长职务 那么王尔卓善于指挥部署得当 数日激战后就攻克了铜炉县城 那么之后呢 又连克武昌啊 最后攻克了上海 那么412反革命事变发生的时候呢 当时蒋介石给李明阳啊 发了密令 要逮捕部队中所有的共产党人 但是李明阳呢 却把蒋介石的命令拿给王尔卓看 因为他觉得王尔卓是一个非常值得敬佩的人 那么王尔卓看到情况 看到命令以后呢 迅速布置市里边的所有的共产党员 迅速的离开啊 躲开了这个被杀害的一个这个危险 那么在之后呢 他就王尔卓就秘密的前往上海啊 寻找他的党组织和他的老师周恩来 那么他找到党组织以后啊 党组织就派王尔卓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啊 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等地工作 那么1927年7月 王尔卓接受党的派遣 赶赴江西九江马尺岭 担任张发奎的第四军25师74团参谋长 那么很快715啊 宁汉河流发生 王宁卫开始清党 25师当时离开九江 奉命参加南昌起义 王尔卓与周恩来就一起赶到了南昌啊 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 那么当时王尔卓在南昌起义过程中呢 表现得非常英勇啊 经常是冲冲在前啊 受到了他的恩师周恩来 以及总总指挥贺龙的这个称赞 那么在南下广东的这个过程中啊 这我们大家证实里很多都提到了 他所在的25师归当时的九军副军长啊 朱德指挥 留守断后三合霸 与黄少红部激战了三周夜 最后啊 受挫以后沿越 米越边境南下 那么当时这支部队呢 是南昌起义部队 做最后保留下来的最大的一支部队 那么当时呢 这支部队呢 是由各个多个部队组成的啊 25师24师20军啊 各个部队组成的 那么呢 呃 当时的这个主要的指挥人朱德呢 又是呃 不是这个这些部队的以前的长官 所以呢 他在服众上呢 就是说啊 需要帮帮帮助 那么这个时候 王尔卓就起了重要作用 因为当时的南昌起义部队 剩下这个部队的三个军事主观 那么朱德 陈毅 王尔卓 那么只有王尔卓呢 是啊 一直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比较高的职务 那么同时呢 在啊 很多的战士也都接受过他的这个指挥和领导 于是呢 王尔卓就发挥了重大作用啊 他在行军之中 他经常是搀扶伤员啊 给这个战士们讲革命道理 所以他保证了这支部队始终没有溃散掉 那么当时呢 王尔卓呢 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决心啊 就提到说革命不成功 我就不剃头不挂胡子 所以呢 他的胡子就一直留下来了 那么他也从此有了个美称 就是啊 就是红军中的美然公 那么1928年3月 蒋介石呢 从香月调集近九个师的兵力啊 从南北两路加工香南的革命力量 那么这个时候呢 部队得到了中央的一封信啊 提到了在毛泽东 在在附近 毛泽东所带领的农军在附近 希望他们能够啊 会师 那么于是在中央的指示下啊 朱德啊 王尔卓陈毅啊 就决定率部撤出向南 向井冈山转移 那么在这个 在1928年啊 4月28日啊 部队 两支部队终于啊 见了面 那么在1928年5月4日 举办举行了两军会师大会和红四军成立大会 会上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那么之前我们谈到过四军当时出建的时候的组织架构 那么王尔卓当时是任参谋长 然后兼的是28团团长 那28团是什么呢 28团是当时的主力团 他的团 这个28团的大部分官兵都来自于啊 夜庭独立团 铁军啊 那么训练有素 军事素质高 是主力中的主力 那么 王尔卓呢 他非常善于治军 那部队中的每项事情啊 大致军事部署 战斗计划 小致啊 生活安排 甚至战士的心事 他都事事关心 所以呢 他呢 在市民中拥有极高的威信 这个呢 是他的优点 但也是最后造成他英勇牺牲的一个 一个 一个因素 那么 景岗山会试以后呢 革命的武装力量更加强大了 那么不久 蒋介石就调集了 相干两个省的进脚部队啊 进犯景岗山 那么这个时候 作为参谋长王尔卓 就要协助毛泽东和朱德 制定适合红军的战略战术 并且要亲临前线 直接指挥 但那个时候啊 不要说这个 这个团营的这个主观 包括师军的主观 都是要冲在最前面的 那么红军的主要的军事主观 在每一次战斗中 基本都冲在前面 所以造成巨大的伤害 1928年5月中旬啊 江西的国民党军队的第27师两个团啊 向根据地进犯 当时王尔卓协助朱德 率28团29团啊 迎击敌人 那么走在前头的29团 首先与敌军相遇 将敌人打垮 那么王尔卓当时啊 料定说后面一定有大股敌军 于是把28团换成前卫 啊 预先射下埋伏 果然在第二日清晨啊 两个团的敌人出现 王尔卓立刻率队 英勇出击 先尖敌 八十一团又击溃敌79团 占领永新县城获得大姐 那么在挫败了当时进犯的干敌的两个团以后呢 敌二七师师长杨如轩又带着四个团 从吉安进犯永新 那么王尔卓呢 率部主动撤出永新县城 然后绕道袭击湖南查岭 那么杨如轩得知红军主力远在查岭一带呢 就派两个团向宁刚进犯 并派一个团向永新聂田方向警戒 那么这时候在湖南查岭的王尔卓 得知敌人进犯宁刚的前锋 已抵达龙原口后 率领部队向东杀了个回马枪 一天急行军一百三十里 在敌人吸进的必定之地 预先射下埋伏 那么向西警戒的一团敌军 根本没有想到红军会这么快的出现 于是就进入了红军的伏击圈 那么王尔卓指挥部队 激战一个多小时以后 全民敌人并当场击毙敌敌团长 紧接着王尔卓率兵支撲永新县城 当红军攻进城门的时候 杨如轩还在他的司令部听流声机 吓得听见天生大作 吓得仓皇逃命 从此这个王尔卓率领二八团 名声大振 被称为飞兵团 那么王尔卓也被称为飞兵团长 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呢 这个王尔卓的军事指挥能力是非常强的 他的部队呢 也在他的领导下 军事素数很高 一天急行军一百三十里 并且能完成 伏击 全歼敌人的主力部队 这个两人还说呢 这个王尔卓的这个军事指挥 才能功不可没 那么在这次粉碎蒋介石尽脚的战斗中 红军全间敌军一个团击溃两个团 脚枪一千余支 获得空前大结 那么这个 随着这个大结以后呢 红四军的这个士气呢 就空前高涨 那么1928年6月中旬 香港两省的敌军又有十个团向井冈山发动进攻 6月23日啊 在朱德和陈毅的率领的29团和31团 在七溪岭将敌一个团包围啊 巨奸 而28团在王尔卓的指挥下 完全 这个阻击敌啊 第九师两个团的进攻 最终将两个团击溃 之后 在击溃两个团之后 王尔卓又率部啊 赶到七溪岭参加巨奸战斗 配合29团和31团将包围至极全奸 再一次赢得了大结 当时的当地老百姓就欢唱说 不费同军三分力啊 打垮江西两只羊 因为当时江西的两个军阀 一个是杨陆轩 一个杨池生 两只羊 那么王尔卓的军事能力呢 在早期的井河上根据地的这几次重大战斗中啊 表现的淋漓尽致啊 他的这种这种高超的这个指挥能力呢 也给当时他手下的啊 一系列后来在中国的军事啊 中共的这个军队里发挥重要作用的一系列的战将 提供了这个典范和这个啊 这个这个啊 引导 那么其中包括后来的啊 元帅林彪 中国共产党部队里边最打的 最能打的啊 我认为最能打的三个人之一啊 那林彪 那么林彪当时是在王尔卓手下任一营营长啊 主力营营长 那么他就曾经评价说王尔卓在军事上给了他很大的这个启发和教导作用 那么是包括他手下还有啊 像担任连长的啊 谁呢 就是后来另外一个中共军队我认为能打的 就是苏玉 也是在他的手下得到了锻炼 那么在红军连续获得三次大捷以后 为了巩固和扩大红色区域 王尔卓率领28团啊 前往井冈山革命革命地相邻的江西城安福县边境 那么当时呢 1928年6月下旬呢 中共湖南省委派了代表杜修精 杨开明 带着省委的指示来到边界 要红军离开井冈山 立即向湘南发展 要求红四军军委必须毫不犹豫的执行 对此呢 当时毛泽东 朱德 陈毅 王尔卓 这当时井冈山四巨头啊 都坚决反对 认为井冈山根基地刚刚不巩固 攻打大城市完全没有基础 决定暂不执行省委的这一指示 那么几天以后呢 啊 乡军无上 又率两个师向井冈山进攻 为了阻止他的这个敌军的进攻呢 朱德率28团29团 出击敌后方湖南 但是呢 当部队进入到湖南以后呢 因被这个朱修精 煽动起思乡情绪的29团官兵呢 就贸然的想回到啊 他们湘南的老家 湘南的老家 那么当时毛泽东呢 就迅速召开红四军军委 中共相干边界特委 永新县委联系会议 当时王尔卓 第一个站出来发言 他坚决反对 红四军开往湘南 他认为红军主力撤出井冈山是不适宜的 那么 一 根据地可能保不住 二 湘南兵力很强 敌人兵力很强 那么完全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碰 所以呢 这样呢 就是王尔卓建议二十八团去接应二十九团 因为二十九团这时候已经在走到向南的 回向南的路上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啊 朱德陈毅 王尔卓率连二十八团啊 跟着二十九团之后啊 防止一方 二十九团不测 那么果然不出所料 不果然不出所料 七月二十九日啊 杜修经在贸然指挥二十九团啊 进攻啊 现场的时候 被敌军团团围住 损失极大 最终当二十八团来救援的时候 紧紧收容了该团的一百余人 当时的团长胡少海 见到朱德和王尔卓的时候啊 失声痛哭 那么 在接了这个二十九团啊 然后回来的这个路上啊 那么这时候就发生件事儿 就是当时的二十八团的二营营长啊 袁冲全 擅自脱离行军动武 企图叛变投敌 那么当时这种 针对这种情况呢 朱德陈毅王尔卓商量对策 那么朱德当时主张的是派部队 把袁冲全的这个拉斗部队打回来 那么王尔卓呢 则主张是喊回来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王尔卓首先啊 王尔卓是爱兵如子 他在跟部队中的关系 士兵的关系都很好 那么当时袁冲全呢 作为黄埔生啊 对这个王尔卓这个学长呢 非常的 也是非常的敬佩 平日里呢 也显得非常恭敬 所以王尔卓觉得自己是很有威信的啊 那么他觉得他在部队中的威信啊 包括在袁冲全心中的威信 都足以让他能够把他们叫回来 当然王尔卓就很自信的说 我是他们的团长 我和他们同干共苦 出生如此 他们会听我的 那么当时呢 这个朱德劝他多带一些人去 那么王尔卓认为人多走不快 不如他骑马行动快 于是他就和党代表何昌公啊 带了一个牌子战士前往 那么在8月28号晚上啊 王尔卓追上了袁冲全带跑的两个连 那么当时王尔卓见到部队以后就大声的喊 不要开枪 我是你们的团长 希望你们回去 那么少兵一听是团长的声音就没有开枪 那么当时两个连的士兵也一片惊慌 不知如何是好 那么王尔卓趁着这个机会就喊话说 同志们别怕 我是王尔卓 快回来革命了 那么很多战士一看是最敬爱的团长来了 于是就开始向王尔卓这边跑 那么这个时候 袁冲全啊 正带着人在庙里边挡麻将 那么这个时候呢 王尔卓呢 依然没有放弃啊 他一直觉得这个黄埔学话 都是黄埔同学 而且呢 他认为袁冲全既然能当上二人领长 他的军事能力也是很强的 于是呢 王尔卓不放弃 他就对着那个庙里喊说 袁冲全杜松柏 你们快出来 我送我 我接你们回去 然而这个时候呢 袁冲全呢 已经彻底的决定要走上这个 叛变的道路 他一听是王尔卓来了 二话不说 掏出双枪 连打几枪 王尔卓当时当场牺牲 年仅25岁 那么袁冲全呢 跑的时候还带走了一个牌啊 但是不到半个月 所以说这个天理循环啊 抱怨不爽 红四军攻克隋川县城 升勤了袁冲全 当时28团的全体官兵召开攻击大会啊 亲手处决了这个盘土 为他们的团长王尔卓报仇 那么当时呢 王尔卓牺牲的话 那这个朱德啊 毛泽东啊 陈毅都是非常非常的伤心的 那么在1928年10月中旬啊 红四军军部专门为王尔卓举行了追悼大会 当时呢 这个是毛泽东亲自起草啊 陈毅竖写了腕帘啊 这个调调腕帘是这么写的啊 一哭耳卓 二哭耳卓 耳卓尽以流却重任 谁承受 下来是生为阶级死为阶级 阶级后如何 得到胜利方是休 那么这个这个 这个聚调会呢 是由陈毅主持的 那朱德任道次 这个规格是相当高的啊 毛泽东亲笔写的《掉腕帘》啊 陈毅主持啊 朱德任道次 那么在王尔卓牺牲以后啊 毛泽东和朱德经过再三的思考啊 将王尔卓最得力的手下 二十八团一营营长林彪 提拔成二十八团的团长 那一年林彪二十一岁 那么王尔卓呢 他在同军早期啊 他的军事指挥能力啊 军事才能都是非常杰出的 那么他的当时在 四季二反核命事变的时候 蒋介石曾经以军长的这个位置 来来想说服王尔卓叛变 也就是说王尔卓的军事能力 在国共两党方面都是得的 很早就得到认可的 那么他所率领的二十八团 他所率领二十八团 二十八团是 这个红军 中央红军早期的主力中的主力 从二十八团这一支英雄的主力部队里边 诞生了之后的一系列的 这个在共产党部队里边啊 承担高职的这个高级将领 那么如果大家注意到 当时在在拍拍摄这个建国啊 建国大业吧 建国大业这个片子的时候 当时毛主席在建国前夕啊 建国前夕在那个北京的西元机场啊 举行建国前夕的阅兵的时候 当时刘烨所扮演的啊 一个老红军啊 当时代表这个检阅部队 向毛主席啊 进军里啊 当时他所报的 他就说的是红二十八团老战士 红二十八团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番号在啊 很多的建国的元勋啊 朱总司令毛泽东毛主席啊 他们的心中 这是有特别的分量 红二十八团啊 所以大家请记住 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牛人啊 红四军红二十八团啊 团长啊 王二十八团啊 红军早期的一代战将啊 英年早逝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